同主耶稣圣明 我们继续讲下去 再来我们看 马太文七章的十三节 十四节 马来后音 第七经文 十三十九十七节 前面有一段讲说 最主要是十二节 我们怎样带人 我们希望人家怎么带我们 我们怎样带人 那个是互相的 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希望神联明我们 我们就要联明别人 神在天上就会联明我们 相对的啦 耶稣祂用人世间的道理 好像一样啊 我们刚才的家庭家庭 我们家庭家庭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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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 绝对是这样的嘛 一样啊 耶稣他用人世界我们可以理解 你希望耶稣怎么带你 我们就要怎么样带人 又带耶稣 祷告就是平行行酒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七章的十三节 十四节 十三节 十四节 就从十二节那边来的 就是什么事情 我们希望人家怎么带我们 我们要怎样带人 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旧约 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简单讲就是旧约 旧约就是讲说 哎 为什么 在旧约的时候你拖东西 砍掉你的手 干什么 那个就是神要我们知道说 别人的就是别人的 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啦 那个分计要分清楚 那 人经有一个律法师 他问耶稣说 律法的精神是什么 耶稣就是说 爱人又爱神了 十条诫命就是爱人又要爱神了 第一条到第四条就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 当拜独一真神啊 不可望真神的面 不可拜五相啊 所暗席日啊等等 全视角都是跟神的关系 后面 五 六 七 八 九十 通通是跟人的关系 你爱神 一定爱人 因为有这种观念 我们所神的道理 你一定是一个爱人的人 如果当我们觉得我们爱人 爱不下去 没办法饶恕别人 我这次 有时候我去协助联会也是一样啊 有时候我会听到 在访问的时候 会听到这个 这个教会的软弱是什么 那我就会针对他这个教会的软弱 事实的必须讲一些道理 可能在某一些方面 就必须讲的比较多一点 我就成立在台上 在圣餐礼的时候就讲啊 我们要祭愿 祭祷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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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个墓啊 啊 到死都不能够 叫个人啊 叫个人呢 都不能原谅对方 那主耶稣讲的 我们不饶恕人 懂得天赋也不饶恕我们 啊这句话怎么解 怎么解 怎么去见耶稣 问问自己啊 你要不要悔改 我们要不要悔改 问自己啦 那个圣餐礼一定讲说 自我省察嘛 自己省察嘛 不是等别人跟你讲说 你这样不好 你这样不好 因为你不会改啦 一般人都很硬啦 很固执啦 我这样就对啦 我没有到家 我现在几个月 我七八十了 八九十了 你够了就够了 要不做不够是 很难改 所以最好的方法 我前一段有讲 你在祷告里面 神亲自感动你 你如果祷告得越久 越怎么样的时候 照理来讲 你应该是一个 很好沟通的人 因为你的圣灵和我的圣灵一定一样啊 现在为什么不能通 为什么没办法沟通在家里 大家人都要听我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性 想一想 为什么 为什么 那我们在地上不是都是弟兄吗 在地上还有老爸吗 没有了啦 大家都是弟兄姐妹 你在地上当老大当习惯呢 到上面怎么去啊 那个都是无视众人的 那都是看别人 比自己强的 好 所以这里讲啊 在亚当夏娃还没有被毁灭之前 那个伊甸乐园啊 是神跟人 人跟人 人跟自然 都是非常和谐 非常好的地方 当人犯罪以后 哇 地受作主 我们现在住的环境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人远离了神的灭 人远离了神的灭 人不照神要我们做的去做 你看那个先知书 他们为什么苦口婆心 一直在讲 今天你们以色列人犯罪 你们今天遇到这些事情 被外面这样抛来抛去 丢来丢去 为什么 因为你们离了神的律法 离开了神的话 不遵守神的话 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 那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礼会 那个黄家民常常有讲到一个观念 神的福气是用遵守而来的 遵守 你遵守 你遵守哪一条 你那一条就被神祝福 比有些人 他很会怜悯人 我可能比大家幸福一点是因为 我祝物 我教会会患啊 我会看到很多 各式各样好的信徒 每一个好的信徒 都有一个他的特点 有的是非常会怜悯人 这种人 我弟兄我碰过一个 姐妹我碰过一个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都做好意啊 都很有钱 也很合理啊 他们手中有多余的钱 他们又很会怜悯别人 很会帮助别人 越帮神祝福的越多 他也有那种超级温柔的人 男生也有 弟兄也有 那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 为什么他做得到 做不到 那他温柔变成什么呢 他在服事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他的一个利器 他的利器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 各自不同的恩赐 我注目教会 我通常会习惯 我会在这个教会里面 找到很有特色的人 做什么 以后再来讲道要用 就是可以成为榜样的人 其实长老 长老是什么 讲一句最白的话 就是当榜样 做榜样 做榜样 像榜样 两个字就好了 榜样 那 这里就讲到一个抉择 抉择 十三节 四十节 耶稣讲到有窄门 还有宽门 我们都很熟这个道理 今天国难门是窄门 窄门的人也少 我们看现今的世界 号称有七十七亿人口 到了2030年的时候 据说有八十七亿人口 如果说你有战争的话 八十七亿 那我们只是八十七亿之一 分之一 很小啦 我们排在这八十七亿 我们到底是排在 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排在哪里 可能很后面 不要想很前面 但是 真正能够信耶稣的 真的很少 就像先知书讲 像额毛的黄金一样 很少 很那个 很少 很纯 很少 所以 耶稣讲得很白啊 说我们要进窄门 你说我们这一处教会的门窄不窄 相对于其他教派 我们窄很多 为什么 我们有十大信条 十大揭秘 五大教义 要去守 其他教派 无哪无的 有好像没有一样 学造之 对不对 会啊 顺便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原住民的朋友 他拿给你删着 然后 如果他不受我们家会的 最好不要吃 为什么 他们通通不会放学 通雄 不会放学 没关系啊 其他的基督教派 都可以吃血啊 他们不觉得是罪啊 所以他们的门 有没有很宽 宽多了 这只是吃啊 饭间也没关系啊 牧师赦免你 神路赦免你 所以他们的门是宽的 更不用讲 那个不是拜基督的人 离那个神的道理更远嘛 你根本就是拜偶像啊 拜自己啊 信自己啊 那个不用讲 那个绝对是下地狱的 没够了 那主耶稣讲啊 引到永生 那门是宽的 路是小的 早早的人也少 所以要举止 我们自己要选择 我相信在座的 他的长辈 因为我从小信到现在 几十年 你们都是榜样啦 不简单啦 能够信到现在 不简单啦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要把 怎么样把我们 这样不简单的信用 传给我们的 子子孙孙 这个是你们现在活着 最重要的目标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 你遇主日进了 你回去没有问题了 但是你想想你的 子孙 你的家孙 他们生活在 非常糟糕的环境 那个是非不分 道德沦陷 整个那个价值观 砰解 没了啦 男女关系乱七八糟 男女女 一大堆 所以 当然他们进这个宰门 就更难啦 对不对 他们去学校 大家都也这样 那你怎么办 怪人 怪咖 他能够主义书说 世人会因为信耶稣来恨我们 就是这样嘛 不要稀奇啦 遇到幕后 都是这样啦 都是这样啊 这东西 当 有这个外邦的同学讲 哎 地味 哇 好吃啊 哦 你不懂吃啊 啊 主的才 我来信仪 我来信仪 真正所教会 因为地味 我最爱吃 对啊 宰门 我们就是宰门 因为我们就是有标准在那边 你不能够因为时代不一样啦 对对对 放伤 嗯 这里有讲啊 抉择 那个 宰门 找着的人少 可是他结果就是永生 永远活着 就是神祝福啊 那个宽门 入大门宽 找着的多 但是灭亡 结果是灭亡 那主耶稣 穿福音 最主要就是在讲这个啊 不希望我们将来下地狱啊 讲白了就是这样 我们 当父母的 当阿公 阿嬷的 我们绝对不希望我们的子孙将来下地狱 没有这种阿公 没有这种阿嬷 没有这种爸爸 没有这种妈妈啦 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孩子越大 我们越难 越挫折 因为小孩会跟你硬脆硬脊 你知道吗 我们老师这样说 我们当中都这样 我们朋友都这样 老狗瓣 老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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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 对不对就时代了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这里讲的门啊 只有一条 只有一个门啊 就是前两个礼拜 黄家民传道有特别强调的 反正不是从耶稣这个门进来的 都是贼 都是偷进来的 要来躲耶稣的羊 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责任 我们要看到家会 这样 跟你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看家会一定有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天性无感 虔诚不一样 对不对 以前是这样吗 大家想想看 你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吗 我们家会的文化是这样吗 不是 可是我们也是活在这个社会 所以社会这样我们也跟着变了 潮流变我们也跟着变了 那 再来我们再讲下一个 防备假先知 第七章十五诀 到二十三诀 防备假先知 主耶稣讲的两种果树 你们要防备下十五诀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长暴的狼 去再旧约就有啦 有没有假先知 那个老先知跟小先知 有没有 老先知骗他说他也是那个 那先知都会骗先知 同工都会骗同工 有没有 你不要讲传道同工啦 你们自己在同工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你的同工好像 疑怪喔 好像不是很虔诚喔 有没有 一定有啦 这里讲说我们要防备 那这里讲的先知啊 圣经里面 亚伯拉罕、摩西、扫摩尔、以利亚、以利撒、以赛、以赛、亚、美利、耶利民、以西结、戴、以利和西亚等等 这些都是先知 那到新约的第一位先知就是 是新约汉 他是最大的先知 耶稣讲他最大的先知 不是 耶稣讲他是从先知以来 在地上是最大的 最大的先知是耶稣啦 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 那 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我们也要防备一下先知 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会听到有些人说 我从神那里得到启示 有没有 有哦 那就要去判别啊 要去判别 判别第一个 他和圣经的教导 有没有一样 第二个 第二个 他会不会应验 他有没有应验 他有没有应验 好 他在想关心未来的事 你就多读嘛 多读 撒赛利亚书 戴云里书 这个 启示录 都有关乎 那个 我们人类最后的结局 他在想关心未来 默默的事 所以 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有些童工 他如果不注意的话 也会入了迷惑 最后 结果 又不开 好 所以 难怪死老妾 就说 不要忘了神的迷惑 入了迷惑是 我们 很头疼的一件事 因为 你要把它叫醒 不容易 不容易 往往都是你犯了很大的错以后 好像你要当笑 吃了那个善恶狗之后 你才发现自己是吃生肉体的 蹬巴腿 恰心肉腿 你才发现自己走错路了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因为你身上有圣灵 对不对 我也有圣灵 他有圣灵 如果我们提出的观念 提的那个人 他可以阿门 但是听的人 没有人跟你跟你一起阿门 那就打问号咯 打问号咯 还有你在提的时候 请问你的圣经根据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如果没有圣经根据 你只有凭自己的理性去推理演绎 然后得出那个结果 我跟你讲 那个叫做学说 那个叫做发表论文 随便你讲 你叫逻辑对 通通都可以 但是那是人的道理 那个不是真理 那个不是耶稣的话 那不是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那个就有可能就是假先知 假神是可以迷惑人喔 我不讲我们教会内的 我心好比说教会外人 迷惑到什么程度 很恐怖喔 有一个教派 叫旷野教派 我去南部注目的时候 他们已经过了他们的新盛期了 他们全盛时期是非常的恐怖喔 我们很多原住民教派 很多族群都被那个带头的迷惑 迷惑到 都浪备算退喔 都浪备算退喔 好 清理止善 架破人亡 真的是这样喔 他有一个灵 我们讲的分辨诸灵 希伯来书讲的分辨诸灵 不是灵 你都相信啦 你要分辨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诸与神 很可怕 他会让你的道德观完全的没有 完全不会羞耻 不知道羞耻 很可怕喔 不管你有没有读书喔 入了迷惑就说入了迷惑 什么教都叫不回来 很可怕喔 这个也是等于 因为带头的就是假先知嘛 他说他才是最后一个那个 耶稣是他的兄弟啦 他才是最后的那一位啦 据说被他欺负的女生有一千位 他就是用这个啊 用这个啊 讲了之后 你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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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信 你要当前臣 你就要怎样怎样 这样 这只是小菜一碟喔 还有其他 敬足难输的事喔 哎 这就是灵的迷惑啊 灵的迷惑啊 假先知就是假冒神的先知 他们所传讲的信息 不是来自神的 有些好像来自神 但是他们不顺服神 他们不会顺服神啊 你看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那个先知 他自称先知 可是他欺负善良的父女 或者是小姐 那一千个啊 一千位啊 他可能梦想当所罗门吧 可是人就傻傻的被他迷惑喔 我曾经去接触过他的信徒 在哪里 接触在那个 林东 的那间医院 历史想不出来叫什么 叫保 保 什么 医院 割碗自杀 然后杀人杀 杀瓜杀瓜 五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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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公务员耶 他是公务员耶 他老公是那个派出所的副所长 儿子是医生 女儿是老师 这个在原住民的社会里面 算是金字塔的顶端耶 高知识分子耶 你看贝宁离后 我们 我跟那个贸理教育的教父母 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他讲什么 我老公说我是公车 公车啦 人人可以上啊 你懂吗 神爱世人 神都爱我们了 为什么我不能爱佛人的老公 你看 洗脑到这样你看 是不是假先知 是假先知 那我们教派内的 我们教会内的 当然我不用提大家 或多或少都会知道有些事情 所以这里讲说我们要防备假先知 怎么防备 十六姐说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是他们做事 他们到底是为自己的私欲呢 还是为整体加贵 我再提一遍 是为了成就 个人的成就 你当传道有的人 如果你心态不对的话 你会以为说 我很多粉丝很好 可以吃米粉啦 不要有粉丝啦 可以吃米粉啦 新竹米粉可以吃 不要有粉丝干什么粉丝 我们都是耶稣的粉丝好不好 好 我们是不是哪一个传道的粉丝好不好 不好 真的不好啦 因为我们 哥洛西书那边讲 我们是把神 人带到神那里去 不是带到我这里来 我没那么伟大 信耶稣得永生 信我 信我 是信耶稣 信他得永生 信我 我自己不知道 你不能得救援信我 那不一样嘛 所以在那个耶稣米 在这个生命记 你早就十三章 早就会讲到什么 假先知 这些第一 他一直讲说 摩西早就 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包括先知 做梦的 用言语叛逆 你们出来一起的那些 摩西在那时候 就已经神的智慧给他说 会有假先知 假先知 假先知 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有的先知很厉害 1997 用八月 大家一起来 一起抛架棋子 去那个什么岛 有没有 我们教会那时候好像也有一些人 跑去那边 耶稣有没有来 没有啊 乱讲 那就要假先知 我们信耶稣信圣经 我们自己去体验这个神 那彼得的书信彼得后书二章一节 那边也讲说预备防备假先知 主耶稣讲的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这里讲的十五节 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就长八分啊 有的就炼财啊 有的炼色 彼得乘护 财财财色 财心 贪权 宽啊 我们名话会大啦 有意有识就在知足了啦 我们只要有我们构次的就好了 你要赚那么多干什么 那个叫磨棍 我不好意思说神棍啊 你忘真神的女神 磨棍 信仰不是拿来成就自己的啦 我们是要来高举耶稣 不是来成就自己的 我们不重要啦 去不得我没有关系啊 去耶稣就好了 这里讲啊 凭着他们的口子就可以认出他们 荆棘岂能结葡萄呢 极礼岂能栽无法果呢 这里啊讲的荆棘 讲的极礼 极礼远看向无法果 但是它不是无法果 无法果很好吃喔 有没有吃过 很好吃啊 有幸 我摘到一件家有碰到你 他从以色列那边买回来 喔真的好甜喔好好吃喔 无法果 台湾的无法果跟那个以色列刘布洋 无法果的真的 以色列的无法果真的超好吃的 难怪主耶稣 看了无法果 要找一个无法果有没有喔 把豆要嘛 结果没有 他就咒诅那个无法果 无法果就死掉了 所以这里讲喔 有些树 你看它很像是什么 就告诉我们什么 有些人你看它 好像很好 可是哪里知道一肚子坏水呢 我们要从它的结果 他嘴巴讲是一回事啦 但是 他的行为 他是不是恋财 他是不是探权 他是不是真的是高举耶稣 我们要自己判断啦 好素一定会结好果子 不会结坏果子 这是主耶稣讲的 甲先知表面上是好素啦 甲先知表面上是好素啦 好 他会叫我们说 要爱心啦 样才怎么样啦 好 我们就突然想到一个 那个赞叹师傅的那一位 有没有 可是问题是大家 那么迷他 送他兵士 送他 送他什么 什么都给他 他有一定有他的那一套啦 可是 我们毕竟是人 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耶稣 我们不是神 那耶稣也不可能用这种手段说 要大家自己都活不下去了 然后把自己的财户都套出来 耶稣不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的童工 当我们的那个 在教会的领导人 如果你有这种趋向的话 那我们就要判断喔 诶 这个人在资财方面 卡手 不清晴 不干净 你就想说 那他到底讲得那么好 他会怎样贪财 嗯 只要判断 只要判断 有些人很好说话 独立说这样 但是常常说不错 他都说谎 嗯 啊说谎不是出于魔鬼吗 自己要判断喔 有的人 道理讲得很好 到最后你注意听的时候 诶 他在高举自己 诶 耶稣在哪里 没有欸 就讲到这里喔 我就突然岔开一个话题 有一次啊 主编一间教会 大家都在讨论说 这首诗歌到底能不能唱 好 因为有老一辈的那些长子 他们就觉得 这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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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顺便 刚好我们这里面有音乐高手 我们来想想看 那个新角旗有一首歌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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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角旗吗 对的新角旗 章 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这首歌 这首歌喔 原来写的那个 黄什么 黄 很会做制作曲的那一位 他说他原来是写给上帝的 写给神的 可是你注意听他的歌词里面 都没有神 没有基督 没有耶稣 很像情人 唱给情人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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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一切 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他的你 是指神啊 不过 人唱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是为 我喜欢的那一位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他的出发点 这个叫做圣诗喔 这个叫圣诗喔 所以那时候 那个就在讨论啊 我们做出两个决议 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总会没有神过嘛 总会没有神过啊 变神没有过 第二个 中边都看不到耶稣 反而都是你啊 我啊 他啊 那你到底 你的主 主 你要歌颂的对象呢 主体是谁啊 我们不能够讲我要师颂之名 然后其实我再唱情歌 那个曲调嘛 我刚刚这样哼 你会觉得 我记得那个谁 方以如传道他有讲 什么叫圣诗 就是你唱了之后 底下的人 可以跟你一起 阿门 你不能够说你自己阿门 然后底下大部分的人 就说 乖乖 乖乖的 乖乖的 想要起来 也奇怪 什么 好像没有虔诚的感觉 他讲这个观点 因为圣诗嘛 圣诗嘛 一样啊 讲道理也是一样啊 要讲道说 大家只记得你这个人的口才 耶稣在哪里 亚组在哪里 亚组在哪里 那个就是我讲的 假先知的特质 他会把人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自己是明星 那耶稣在哪里 没有呢 这个是这一段 我们看最后一段 我们要防备这样的先知 反正他讲的都是为他自己 最后一个两种根基 我们看一下 马在福音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这次感谢主了 会在时间内 几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念 因为快中午了 很好睡 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预备 敬 不静止 对 第二十四节到二十八年 与士同同 卖兽 安法公子 虽然 ans divine 卖兽 , 卖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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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自在者 are拜 乖兽 卖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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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军 hum 卖兽 这上民主 卖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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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t 卖兽 阿门 这是主耶书 他再继续讲灯伤保修儿 的两种根基 它的原则就是 听见这话就去行的 跟另外一个根基叫做 听见了却不去行 再讲一遍 这两种根基讲白一点就是 你听到耶稣讲的 你去做了 这是一种根基 另外一种根基就是 你听见耶稣讲的 你说祢的 我做爱的 你讲你的 我还是做我的 那是另外一种根基 那后面的描述就是讲说 你是那种听了就行的 就好像什么 你看二十四姐 就像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所以装着那房子 房子转不着他 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这是耶稣讲的 就像我们盖房子 我们越坚固越好 有没有人盖了之后 就在等他什么时候都 帮你 那快点快点 快来看 煮豆鱼 煮豆鱼 你会做好意吗 你咬下去 你会这样吗 不会吗 那绝书他跟我们说 我们听见道理 绝书也讲过一个比喻就是 好像一个种子 道理就是种子 种在我们的新田上 有豪土啊 豪土会结百倍啊 三十倍啊 六十倍 百倍啊 有些组织就不好啊 所以主耶稣说 这边讲聪明人 我们详细分解 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这里讲 凡听见我这话的人 相同的句型还有哪里 凡称乎我主啊 主啊 的根 我们都是称主啊 主啊 的根 我们喜欢讲 感谢主佛 感谢主佛 我们不是说 主啊 主的根 是啊 我们都是啦 凡称的基督教 都是啦 全世界 全球 都是啦 我们都听见耶稣的话 但是 不是听见就好了 我们还要当一个聪明的人 他讲两种态度 一个听而俱行 一个听而不行 听而不行的 就是二十六节 凡听见我这话不俱行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一个聪明的人 无知的人 在神的眼中 你听神的话 遵守神的话 你就聪明人 你不听神的话 在耶稣的眼中 你就是无知 无敌的啦 那第一种态度的啊 他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八节说 为深深的挖地 把那个根基 安在磐石上 谁是磐石 耶稣嘛 耶稣就是那个磐石 佛旧 临磐石 我们讲的耶稣嘛 就是把我们的根基 立在耶稣的话 立在先知 从旧约来讲 就是耶稣 到其中 耶稣讲的 就是圣经神的话 那他面对雨淋风水冲风吹的考验啊 房子总是不会倒塌 我们这个 盖得很稳 听而去行 聪明人 所以真言九章四节说 认识至圣者 就是聪明 我们认识神 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爱神 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信仰 我们就是聪明人了 那是属灵的聪明 不是那个外面你读到哪里啊 读到国师 读到哪里的聪明 不是 那是信仰属灵的 真正的 真智慧 真聪明 那个会随着我们一起 离开这个世界的 做工的果效 会随着我们一起走的 那一种聪明 我们都很聪明了 为什么 我们至少相信耶稣 吸引耶稣 天下人间 除了他以外 别无拯救 我们这一点就 比世界上很多人都聪明 我们找到真耶稣 教会 我们愿意 守这个全备的道理 这个就是把房子盖在盘子上 盖在耶稣的身上 那信心是从神而来 以后所书那边讲的 我们根据立文 立方向 立正确 立定 一生一世都不改变 到了时候 我们就要收成 听而不行的 等一下 前面讲 真的信心已经会长到 那个 真正的信仰的行为 包括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 你有真的信心 一定会结出来的 你看像彼得 他变得脾气也不好啊 但是他 彼得前后输的时候 他是最温柔的人 他被改变 被神改变 五旬节过后 圣灵大将以后 他完全改变 因为他完全束缚圣灵 所以圣灵也与大纳同在 一点之内三千人受洗 结果不是 连犹太人都说 在公会的时候都说 他们看出彼得元是 无学的小民 这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讲的 那今天怎么那么有胆识 那就是被神改变 因为他用于顺服神 我们也是一样啊 那听而不行的人 就是不顺服主的教导的人 就是拒绝悔改 信耶稣的人 这叫做无知的人 所以正言一章记者说 于妄人藐视智慧和讯悔 藐视神的话 记忆什么 听不懂 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 没有建立在耶稣的身上 会怎样 雨淋水中风吹 我们就被吹走了 风吹现在流行 多元参加 通天主罪化 人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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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情也有人群人群人群 对对对对对 这张画法 就是文 working 人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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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想 虎人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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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群人群人愈不跃 在家港口 可是 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见证 他讲说 所谓的神跟我们同在 不是说你不会遇到患难 而是你在患难当中 你每一次的那个经过 你都会觉得怎么样 都有神 的恩典 出人意料的平安 你原来没有想那么好 但是神还是一步一步的 在解决你的问题 好 你就会守住这个话 不会像说 有些人 我最近听到一个 有一个同龄跟我说 说有姐妹啊 患了癌症之后 就不来教会了 教会就关心 不给网问 通通给他们吃鸡 吃病门羹啊 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 我对耶稣太失望了 那个就是这里讲的 水中 被换难打败了 为什么耶稣没有照我的意思 他没有想说 神有他自己的方法 没有那种完全依靠的心 所以 聪明人和无知的人 聪明人就是听而去行 无知的人叫听而不行 根基 聪明人的根基是耶稣基督 无知的人是自身的利益 神给我祝福 让我赚大钱 是耶稣耶稣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周围不乏这种信徒 一来开口闭口 就讲 这会儿要赚一包 你听得会怎样 没有 有压力 神给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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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叫你 不是这样 神的恩典祝福 不仅在于这些 还有更深的祝福 将来能够去天国 七章二十八节 当耶稣讲完这些话 众人都新起了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向有权评的 不像他们的文事 这个不像他们的文士 犹太人的文士或者是拉比 在教导的时候 他们常常讲我 我怎样我怎样 可是耶稣在 可是耶稣的教导 就让当时候的这些 马利赛人觉得说 奇怪他讲话怎么那么有权兵 他怎么说说 我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请 他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他怎么敢这样讲 我们现在跟我们的儿女在讲 这些事我们敢不敢 像主耶稣讲话这样 有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权利 我们真的需要为我们的儿女 行硕一个永远的标准 就是你不管今天父母亲我们在标准战利 不要说我们父母早了孩子信仰也结束了 毕业了毕业了不要来教会了 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 像主耶稣讲他很绝对喔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请得 就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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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他有绝对的权利 这种绝对的观念 现在还讲不讲 家伙还讲不讲 家里还讲不讲 如果我们不讲谁讲 其实我们真的爱儿女的话 这个一定要讲嘛 至于他接不接受你的父母的本色 你已经尽全力在教了 剩下的就是求主 施恩 灵敏 眷顾 祝福 带领 所以 我们去想一个问题 信心和行为的关系 那我们的根基到底要建立在谁 千万不要建立在人的身上 不要因为你欣赏这个人 就觉得他讲的话都对了 不一定喔 所以做一个整个回顾 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那边讲什么 天国的子民不要论断人 因为这个是登山宝区嘛 你要去天国的人 必须要遵守的道理 天国的子民 就是我们大家 我们也都希望将来能够到天国的 不要论断人 一到三节不要论断 因为我们会被人论断 你不喜欢讲别人 别人也不会讲你啊 你喜欢讲别人 别人一定讲你啊 因为你有这个嗜好啊 别人就想说你有这个嗜好 我投你所好啊 四到五节不该论断 刚刚有讲眼中有两目 还有那个对方有目屑 对 那第六节不必论断 因为人也不会接受啊 你论断也没有用啊 他不会接受啊 七到十一节不能论断 不能论断 因为神会教导个人 我们都是神宗教买来的嘛 人讲我们不听 那神那就是神讲哦 神代哦 十二节不可论断 因为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也要怎么对待人 再来 坚果子民的生活 一到十二节 不要论断了很耐心待人 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 十三节到二十九节 要静载门走小路 防备甲先知尊心主的道 所以简单讲 进一步讲 一到六九就是 要保守我们的嘴巴啦 我们的嘴巴啦 七到十一节要去寻求主 十二节到二十九节 要遵行神的旨意 然后施行在生活当中 十三节到十四节 天国子民的抉择 我们就选择了 就是两条门路 一个是宽门大路 引到灭亡 一个是宅门小路 引到永生 再来四五节到二十节 两种果树 好树结好果 坏树结坏果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两样工作 奉主民做属灵的工作 凡事遵行神的旨意 可以进天国 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两等根基 听道行道 经得起讨厌 听道却不行 道经不起讨厌 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这里讲 文士的教句 文士的教训 是按照道理字 大N 是按照字句上的表面意义 那主的教训带着权柄 神的教训带着权柄 有生命的道在里面 但是一般那个文士 他就跟你讲 就是这个字 给你分析这个字 然后把它当学问再教 有没有 这事上比我们厉害的人 就是这样讲的 很多啦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 祂是要重新有改变 但愿我们都能够蒙神的眷顾 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